首先,我们用褐色画一条弯弯的圆圆的线 然后,我们用黄色画几片圆圆的三角形做花瓣 在花瓣中间,再画上尖尖的三角形的花瓣 在其中一个花瓣上,画上一个红色的橢圆形 然后,涂上颜色 在这个红色的橢圆形前面,画一个小小的黑色橢圆形 然后,在虫子的身体上,也画几个黑色的点点 还有,画几只脚 好,现在我们在花瓣上涂颜色咯 然后,我们要准备白色、黄色、橘色、橘红色 那,我们先用深一点的黄色 用短短的笔触,把花瓣涂满 往后,用浅一点的黄色,再花瓣的边边 再画上highlight,亮亮的颜色 好,现在用橘色,从花心花的中间往外画 用短短的笔触,从花心往外画 记住,画橘色的时候,有长有短 不要画每个橘色的线条都一样长哦 然后画完,可以画另外一个花瓣 先用深色的黄色,把花瓣填满 然后,用浅一点的黄色,在花瓣的边边 把花瓣的形状把它画出来 中间放上橘色,有长有短,不要画一样长 哇,老师用浅一点的,再浅一点的黄色 你看,把这个边边的花瓣 哦,不够亮,你看老师又换了白色咯 用白色把这个highlight把它画出来 你看,用白色画上去,画半是不是 突然间变亮了很多 你可以用一些深色一点的黄色 把中间的颜色把它调匀 中间的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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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对立体 中间的颜色 白色在花瓣上做highlight哦 你看花瓣忽然间就亮了很多 因为你画的纸是有颜色的 所以花瓣会比较深色一点 现在你用浅颜色的在上面画,再加一点白色 会更加亮更加好看 然后中间的橘色如果不够红色呢 你可以再加一点橘红色上去 那会很好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现在我们准备 画花心,花的中间是用什么颜色呢? 我们要有深蓝色、黑色、紫色、褐色、绿色 首先,我们用褐色在花的中间画spiral 你自己design什么spiral都可以 你看老师是怎么画的 画一个spiral 两个spiral 三个spiral 然后再画一个 你画多少个都可以 你看在没有画的地方也画上 把中间都填满 往后呢 用深蓝色 跟着刚才那个褐色的spiral再画一遍 看跟着刚才褐色画的那些spiral再画一遍 在那个褐色旁边哦 不是在褐色的上面 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刚才褐色的spiral 然后褐色是画在旁边 然后我们可以再用褐色再来加一些线条 在蓝色 深蓝色的旁边再加一些线条 你看哪里没有画的 你就加一点这个线条 圆圆的 往后 再用黑色 在旁边 再跟着这个spiral再走一下 再画画 在没有画到的地方 用黑色 再画一些小一点的spiral 好 好,然后你就用褐色和其他颜色都继续在这个spiral上面再加颜色。 你看老师有加红色哦,有褐色,还有绿色。 刚才说的那几种颜色都加上去。 把中间都填满。 你看现在加绿色了,绿色不需要加很多,最多的是褐色和黑色,还有红色。 好,现在我们看看背景,background是用什么颜色。 用浅绿色,浅蓝色和紫色。 还有深紫色。 好,现在你看老师画background咯。 首先是用褐色,画几个spiral,或者你可以用紫色,先画几个spiral。 如果你不想画很多spiral的话,你可以画一些小虫子在旁边,也可以。 这种用spiral来画天空,就是著名画家Van Gogh发明的。 他用这种方法来表现,天空的云是这样飘动的,或者风把空气也是这样吹动的。 你们觉得呢?外面的空气是不是这样转动的?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我的ötäne 那么,我们看见了。 好,老师把右面的右上角的背景 把它画深色一点 因为老师觉得这样会表现光从左面进来 然后右面会暗一点 如果你觉得很难的话 你可以整个背景都可以画一样亮 就是左面和右面都一样亮都可以 好,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的画法